公司决定于今天1月16号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因为违反了咱们相关的这个纪律 然后你违反了就是不遵守公司的一些价值观 然后明天1月17号来办相关的手续 什么叫价值观 本身是公司是拖欠这个工资 不跟你解释其他 就是现在公司有这个决定 领导决定的今天就跟你最后一天了 明天来办相关的手续 那我签呢 办完手续咱们再解决再谈 那不可能 我肯定不签在这 你没跟我提前 我只是想要我该得的工资 我没有说要求别的 你从10月份一直拖到现在 这个我其他的我不做解释了 等于你现在就是不同意 对我不同意 行 那今天就这样 你突然跟我来就价值观 就得约了 你让谁说得过去啊 行 行 你的情况我跟领导反馈一下 反正我已经通知你了 今天最后一天 你先回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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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